他可以说是国内最牛的养蚕户 虽然养蚕产业并不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 不过图先生他坚持不放弃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少数 能够从栽桑养蚕抽丝加工 到制作蚕丝备的养蚕达人 看着自己生产的蚕丝 图全民有说不出的骄傲 住在斯坦乡的图全民 是苗栗县唯一自己种桑树养蚕的养蚕人 一片片雪白蚕丝都是材钢成型的原料 得趁着好天气赶快晒干 而在曝晒之前可还有一连串繁琐工序 一捆捆用不包裹住的蚕丝 得要用热水煮上一个半小时 摸来才会丝滑柔顺 胃在苗栗的这间生态农场 其实是蚕丝叶的一条农产线 就连蚕宝宝的食物桑叶也是自己种 老板说桑叶是蚕宝宝的健康关键 交给别人提供真的不放心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苗涵正在跟大姐们一起拉这个手工蚕丝背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韧性是非常足够 所以都不会断裂 为什么到现在呢 大家还是要用手工的方式来去拉这个背子 就是因为蚕丝是纯天然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顺着它的是慢慢的去拉 所以大家在拉的过程当中 都会不停的更换位置 唯有用手工的方式才有办法 让这个背子打到均匀 传统智慧重丧养蝉 在时过境迁后的台湾 有着这么一名养蝉人 坚持用雪白丝线留下悠久的文化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